或许是隐形大镇被这柄剑顿入的关系 宁缺的陶山前屏忽然起了一阵秋风 风势极柔 卷起起变枯黄的落叶 一片黄叶飘落在这柄剑的剑身上 没有碎裂 因为剑上没有任何剑翼 只是寻常 于是黄叶很舒服地弹了弹 重新落回地面 这种寻常太不寻常 因为前屏上所有的人都已经猜到 这柄剑是谁的剑 只有柳白的剑 才能于一瞬间来到众人眼前 才敢以这种傲然的姿态飞临陶山 神年上的万丈光芒中 掌教高大的身影微微前倾 掌教有些怒 因为柳白的剑对着光明神殿 虽无不敬之意 却没有表现出臣服 更因为这把剑在他的神年之后 才出现在陶山前屏 这说明柳白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他之上 他可是西陵神殿的掌教 在他之上 那便是在人间之上 在书院后山 掌教被二十三年禅重伤 眼盲手段气海溃 拼将寿源才逃回陶山 他本以为自己就此废了 必在万丈光芒之后不敢见人 因为心头的那抹隐俱 然而谁能想到 浩天居然来到了人间 从跪在浩天身前的那一刻开始 他便自数十年前小腹被重伤后 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信心和勇气 浩天降落于知守观 他如今便是浩天在人间真正的代言人 只要自己身在陶山 便举世无敌 柳白就算再强 又岂是自己的对手 就算九徒和屠夫 又哪里敢对自己有丝毫的不敬 所以看着这柄自万里外破云而来的剑 长教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然而那柄剑却没有什么反应 依然保持着平静寻常的姿态 西陵神殿 克清有五位 夏侯已死 殊胜隐居 柳白却始终是克清里地位最尊崇的那人 他的剑到了陶山便意味着人到了陶山 对光明记表示了足够的尊重 在这种情况下 长教也不可能随意做出什么事情 站在神殿旁的天狱院院长 今日负责光明记仪式流程安排 见长教没有降下什么遇事便施以仪式正式开始 充满神圣意味的道门点月 在陶山四处响起 渐渐在前屏汇集 进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天地之间的气息随着月声而起舞 便又有风起 只是此时起的风 不再是微寒的肃杀秋风 而是温暖的仿佛到了春天 山傲间的满山桃花随风轻产 花瓣变得更加粉嫩 在秋天开始怒放 随后随风而起 飘下桃山 在前屏上的空中不停地飞舞 飞舞的数万片桃花瓣 向地面洒落阵阵的异香 这种香气并不是桃花的本香 要比人间任何花卉的香味都要浓 比芙蓉记的糖霜还要甜 然而进入人们的鼻端后 却没有任何腻的感觉 反而清新的像是雨后的风 数万名信徒仰望着空中飞舞的桃花 看着这般美丽炫目的画面 闻着这般沁人心脾的异香 迷醉得无以复加 能够通过各国道殿审核 又愿意千里迢迢来到桃山 参加光明记的信徒 自然是人间最虔诚的信徒 而基于某种简单清晰的逻辑 但凡虔诚总是来源于苦难 所以数万信徒中穷苦人占了大多数 还有很多信徒身患重病 甚至是奄奄一息 被家人或背或抬 才来到西陵深国 当花香袭来 那些患病甚至残障的信徒 忽然觉得自己内心深处那些负面的情绪 奇妙的消失了 对苦难的生活 再也生不出什么埋怨的情绪 甚至觉得精神都好了很多 因为他们仿佛在香气中 看到了浩天神国 瘸腿的信徒扔掉了拐杖 跪到地上 用双手撑着颤抖的身体 对着桃山叩拜不停 担架上重病难遇的信徒 不顾家人的劝阻 无力起身 也要自行翻身成腐败的姿势 撑着虚弱的身体 用额头不停地处着地面 秋天里的桃山乾坪 扶着和煦的春风 数万桃花便在风中飘舞 散着令人迷醉的香气 忽然间 风停了 于是桃花便落了下来 桃花纷纷扬扬落下 变成一场盛大的花雨 数万信徒沐浴在花雨之中 所有人都已经跪了下来 那些桃花瓣落在他们的身上 渐渐变成了极柔软的光绪 然后渗进他们的衣裳 钻进了他们的肌肤 最终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血肉 然后才渐渐消失不见 瘸腿的信徒 虽然没有生出心知 却再也感受不到 断腿处传来的痛苦 满是浓水的伤口 变得异常的洁净 红嫩的心肉上 出现了健康的肤色 重病的信徒 渐渐获得了生机 苍白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润起来 折磨了他们 无数年的病痛 就这样 被桃花雨一洗而尽 那些没有病痛的信徒 因为他们的虔诚 也获得了极大的神卷 白发苍苍的老者 忽然生出了黑发 年轻的男子 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这辈子都没有 这般的健康强壮过 妇女脸上的肌肤 变得紧绷光滑 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场间 甚至能看到几名 生得有些有黑的少女信徒 他们的脸蛋 似乎变得白细了不少 就好像擦了好几匣子 昂贵的陈锦记脂粉一般 陶山前屏上 不停地响起 惊喜的呼喊声 感动的哭泣声 数万信徒 对着陶山不停地叩手 痛哭流涕 感谢上苍赐予自己的神卷 光明记 是道门最盛大的祭祀仪式 因为那代表着 浩天向人间降下了神迹 陶山前屏上的数万名信徒 未曾怀疑过 不代表各国使团里的人 也没有怀疑过 因为毕竟神迹只出现在 教典的传说里 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 然而随着眼前木木真实画面的上演 再也没有人敢有丝毫怀疑 所有人都跪倒在地 桃花缤纷 病者去病 无病者消灾 如果这都不是神迹 那什么才是神迹 西陵神殿里的神官和指使们早已跪下 王庭国师和布勒大将 则是紧随其后最快跪下的修行者 紧接着各国使团和诸散修也都跪下了 玄空寺的七念和烂科寺的关海 还有白塔寺的僧人还站着 因为他们拜的是佛祖 然而面对着浩天降下的神迹 僧人们脸上的神情也变得异常凝重 双手何时礼拜 七念看着风顶深深鞠躬 感动于上苍垂帘世人 空中那柄对着光明神殿的剑 剑手已微微下沉 似在挚意行礼 陶山前屏上的哭泣声 感谢声祈祷声渐渐停止 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程序 光明记的仪式终于来到了最重要的部分 祭天 人间无数座道观 每天都在祭祀上仓 更何况是西陵神殿这种地方 一应流程进行得非常熟练 但既然是最盛大的光明记 自然与平时的普通祭祀有所不同 陶山前屏那座白石祭坛 便是明正 更重要的是光明记所选用的祭品 必然非同寻常 白石祭坛附近的隋祭坛上 已经摆满了人间各国各宗派 还有那些散修境线的奇珍异宝 其中甚至有两位炼制通天丸需要的药草 可以想见这次光明记 浩天信徒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然而 和光明记的正式祭品相比 这些奇珍异宝和那两位药草 依然显得太过寒酸 因为今天的祭品 是一个人 那个人 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人 他刚刚出世 便被称为道门千年难遇的绝世天才 他的身上有着最纯正的道门血统 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 都是道门最尊贵的传承 他自幼便在道门不可知之地学习生活 后来又去了长安书院跟随夫子学习 他是修行界最年轻的知命境 炼制通天丸需要的药草 他连通天丸都吃过 他就是世上唯一身兼书院道门弟子的 陈皮皮 秋日和暖 把白石祭坛照得暖洋洋的 而当祭坛开启后 从地底渗出的阴寒气息 却险些把整座祭坛都冻住 因为祭坛底部直通幽阁 白石祭坛开而复辟 两名西陵神尉压着陈皮皮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陈皮皮身上依然穿着书院的怨服 不知道是神殿方面有意如此安排 还是他自己被秦回逃山之后一直懒得换衣服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禁制 服具 也没有囚犯身上常见的镣铐 就连双手都没有用绳索捆住 西陵神殿方面根本不担心他能逃走 因为他身上虽然没有禁制 但体内的雪山汽海 却有浩天亲自布下的禁制 谁都无法解开 祭坛附近都是来自各国的使团 以及修行者 有些人不认识陈皮皮 只有寥寥数人见过他 但经过神殿事先的刻意宣传 所有人都知道 他便是书院的十二先生 也知道他与支手观观主的父子关系 没有人说话 场间一片安静 有些人是不知道说什么 更多的人则是不敢说什么 西陵神殿选择陈皮皮作为光明记的祭品 这意味着千万年来 浩天道门内部结构终于发生了变化 而这必然代表了上苍对道门的不满 尤其是对支手观的不满 另一方面 这自然代表了浩天对书院的残酷惩罚 场间如此安静 人们的脸上神情很是凝重 有些人不敢说话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场盛大的光明记 是对浩天的祭祀 又何尝不是对道门为书院设下的局 书院没有派人参加光明记 但今天书院的人绝对会在桃山出现 即便明知是局 依然只能来复局 不然书院何以称为书院 桃花缤纷 浩天赐下神卷 场间气氛神圣而喜乐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气氛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当书院来人在桃山出现的那一刻 光明记的现场 便会变成最惨烈的战场 不知道将有多少强者陨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